第五百四十七集 惊天一集 洞传天地 刺死一个头戴王冠的高大身影 最终又化成一条血色的真笼 山河失色 席插入一个少女的后背 揣胸而过 将她钉在了那里 所有人都变色 隐约见闪烁的场景 足以说明死兵之凶 绝杀过太古的王 他拥有这样可怕的杀棋 一切都显得合情合理 杀过惊天动地的大人物 染过他们的鲜血 虽然不是几刀武器 但凶威也足以阵势 光是这种杀棋 就足以压制一切身兵利刃 兜战圣员 吃如此凶威赫赫的血毛在手 信心百倍 以太古语大赫一声 一下子就刺斗了进前 赤龙老道 以古怪的姿势迎击 他如真龙横天 脊椎骨咯咯咯咯作响 像是龙身一样 猛力一摆 双腿如龙尾 抽了下来 啪的一声 他摆动出的神盲 打在骨毛上 将其震偏 但却未能阻挡 毛风如血 依然刺了过来 追随他的身影而动 赤龙老道一声轻移 如龙小长空 他的手中血光一闪 出现一把血龙鞭 打向战毛 呛的一声 刺耳的声音发出 血龙鞭 形如一条龙 与战毛激烈 脚锋来回碰撞 火星四射 打下黄叔吃惊 那条血龙鞭石 赤龙老道的 一腿烈化而成的 竟然挡不住熊兵 他这样一说 其他人更是震动 赤龙老道的 一腿绝对 是炼气的绝品材料 可是 血龙鞭却在轻吟 似乎承受不住了 这怎么可能 那杆骨毛都腐朽了 眼看就要断裂了 怎么还会如此的坚固 很多人都不解 充满了吃惊的神色 越发觉得 太古种族强大于神秘 连兵器都如此 几家大能开口 行 虽然僵小 但杀意不灭 冰魂交织出的盗鱼里 足以撑住 还可以长存下去 骨子压制了血龙鞭 翁的一声 斗战声约 神勇无匹 将骨毛当成大棍 抡动了起来 压榻许空 简直要打碎天地 力压赤龙道人 他火眼金睛力大无穷 运转九转天宫 欲与天宫势比高 浑身金色毛发闪烁 威势无双 远空 人们心惊而异了 很多人都犯嘀咕 如果赤龙老道都拦不住他 可能会有一场大祸 这简直就是送空再生 难道大圣爷也是这个种族的 这是庞博的话语 夹杂在众人的言语中 没有人理会 叶凡确实心有同感 怎么看都像是传说中 那只猴子复生了 难道星空另一端的 齐天大圣 是从原石中蹦出来的吗 如果古中国真的出现过 那样一只猴子 说不定还真是来自 同一个种族 斗战圣元 哄的一声 斗战圣元越来越勇猛了 力大无穷 一滚砸下来 强大如赤龙老道都快承受不住了 他手中的血龙鞭 险些折断 而这个时候 更为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内感生满秀气的战毛 自主抖动 震出越来越强大的恐怖气息 不好 兵魂复苏 齿龙道销 我们相助你 万一凶兵彻底决心 将是一场灾难 除了几刀武器外 恐怕少有兵器 可以将它打碎 鸡家的大能 与徐天雄 还有大下皇叔就要上前 他们怕斗战圣员借此 凶兵大杀四方 赤龙老道平静开口 还是我自己来吧 收起血龙鞭 立身在当场 双手滑动 苍穹都因此抖动了起来 许多老辈人物惊呼 真龙九世 妖族无上绝学 专属蛟龙一脉 据说已经断绝了传承 不想被赤龙道人 揭续了出来 任斗战圣员神力破天 也伤不到赤龙道人分毫 他在改天换地 双手闭合的刹那 几乎开辟出一个小世界 赤龙道人 双手碾压天穷 在这一刻 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空间都被扭曲与压缩了 他熔炼虚空 隔绝出一个独立的小天地 方圆不过树杖 要将斗战圣员镇压进去 真龙九世 不仅被揭续了出来 而且几乎被布全了 赤龙道人太恐怖了 老辈人物都震撼 没有人不变色 感觉老妖果然法力逆天 手段惊实 斗战圣员觉察到大事不妙 双眸金光冲销 他也懂得空间之术 以眸光撕裂开一片空间 不好 快拦住他 不要让他横躲虚空 他火眼金睛可打开玉门 不能让他跑掉 鸡家的大能 徐天雄 打下皇叔同时出手 打向空间之门 还有斗战圣员的眼瞳 不给他逃走的机会 玉门被封 斗战圣员的金睛受到攻击 被赤龙捞到猛力一压 身体四十倍一创 亮亮强强倒退 他退到仙坟的碎片进前忽然出手 抱住那块丰有神女的奇缘 卷起地上深缘碎块 光芒一闪 它消失在一个黑洞中 怎么回事 所有人都不解 十分钟一阵大乱 赤龙老到上前 踢开仙坟碎片 在原地发现一些死兴芒的刀纹 正在慢慢地暗黛下去 几家大能说道 这猴子很狡猾 早已留好了退路 能打得过我们就打 打不过我们也可以逃 这只猴子还没有成长起来 就已经这么强大 只是让人感觉心惊 追 他不会离开神城过远 这几人一闪而莫 消失在原地不见了踪影 该死的猴子 你还我神员来 叶凡在石垣中气得大叫 当的一声 突然 悠悠钟声响彻 神城震动了所有人 全城街动 这种钟声太熟悉了 已经是第三次响起 紫山 无始中波横堵虚空的人 而传来 神城喧嚣 比见到太古的王还让人震撼 人们知道 最后这次攻打紫山 有了结果了 悠悠钟声 递当人的灵魂 神城内外 先是安静 而后爆发出冲天的喧嚣声 成功了 还是失败了呀 结果如何呀 这是所有人都迫切 想知道的答案 无始大帝震动古今 他的传承牵动了 所有人的心 这就是一个人的影响力 纵然逝去多年了 一旦有他的消息 也会压倒其他一切 成为唯一的焦点 哪怕刚才切出了太古王族 众人亲眼所见 都不足以 关于他的一则消息 相提并论 紫山打开了吗 古之大帝的秘密 浮出水面了吗 此时此际 人们心中紧张 而又期待 都想知道结果 最紧张的 莫过于诸圣地的人 他们生怕听到噩耗 事实上 许多人都已心中不安 因为 唯有危机关头 诸圣主 才会以神称独有的实令 逃难到这里来 如果真的打开紫山 得到传承 应该不会这么匆忙 难道说 又失败了 该不会有圣主陨落了吧 诸多圣地子弟 患得患失 唯恐有不好的消息传来 若是圣主陨落 将是天的恶难 这一刻 诸圣子与诸圣女最为紧张 如果自己门派的圣主消失 很有可能会影响到 他们如今的地位 半个时辰后 消息传出 神城震动 中州诸子百教 与东荒圣地联手 共动用无剑击刀武器 超出了人们之前 所猜测的四剑 江家的江雨炉 击家的虚空镜 遥光的龙文顶 三大击刀武器通出式 再加上中州的两剑 可以说是震撼天下 纵然 人族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大地上血流成河 尸骨成山的岁月 动用的击刀武器 也不会超过这个数量 武剑击刀武器 其初是 其威势简直无法去想象 人们相信 足以打穿天地 正干汪洋 粉碎河山 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抵挡 然而 传回来的结果 却让人瞠目结舌 紫山没有被夷为平地 他还处立在那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